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芳华使出激将法 他从女儿书架上取下一本相册 竹页翻看 里面全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 人不在了 留下的只有照片 谁能想到 一个星期前 还在活蹦乱跳的女儿 如今以化为骨灰 李平的泪水沿着脸颊顺流而下 打在手中女儿的照片上 他说 你去休息 这个家目前只能靠你支撑了 刘芳华放下相册 将李平搂入怀中 说 女儿也不想看到我们这样 我们必须坚强 女儿泉下有之才会欣慰 李平哽咽着说 不 我睡不着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我们的女儿 都怪我们不好 我们这辈子都无法弥补她了 爸爸妈妈 李平一下从刘芳华的怀里正突出来 紧紧地望着她 刘芳华也是大惊 刚才那喊声 竟然是女儿刘芹的 刘芳华小声地问 我们是不是听错 李平有点激动地说 好像是晴晴在叫我们 刘芳华斩钉截铁地说 怎么可能肯定是我们听错了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快给我开门呀 两人互望对方眼神混乱 这次没有听错 真的是晴晴的声音 李平一把掀开窗帘 只见楼下的院子里 一个身形单薄的女孩 正仰望着自己的房间 脸上见识期待 不是晴晴是谁 见李平掀开窗帘 刘芹开心地招了招手 嘴唇一开一盒 好似没有声音 但李平和刘芳华两人都能听到 是女儿在呼唤爸爸妈妈 晴晴回来了太好了 我去给她开门 李平说着就要下楼 刘芳华心中惊骇 莫名这是怎么回事 莫非是晴晴还魂了 曾听人说 人死后的第七天 魂魄会回家 难道竟是真的 但是 作为一名唯物主义者 这实在太难以置信了 刘芳华比李平镇定得多 她一把拉住李平 神情严肃地说 晴晴已经不在了 下面那个不是我们的女儿 你说什么 李平声色俱立 额头轻轻突兀 怎么不是我们的女儿 你没听见她 叫我们给她开门 刘芳华一巴掌 扇在李平的脸上 大声说 你醒醒 晴晴不在了 下面那个不是晴晴 晴晴有家里的钥匙 是她的话 她可以自己开门上来 李平俯着被老公 山堂的半边脸 泪水夺矿而出 反驳说道 晴晴离家七天了 钥匙肯定丢了 我要去给她开门 不行 刘芳华挡住门 不能下去 你让开 不让 爸爸妈妈 你们吵什么呢 快开门呀 我回来了 晴晴的声音 虽然已不在楼下 而是门后 刘芳华 只觉一股电流 从脊髓直创后脑 令她遍体声寒 再挪不开半步 李平掩饰一正 天课后 她摸地冲过去 撞开刘芳华 咔打一声 开了门 刘芳华被撞在一边 想要阻止已来不及 她荡西一口凉气 心到不好 门外却没有人 晴晴呢 李平大失所望地望着过道 刘芳华一惊 迅速挡在李平身前过道上 果然什么都没有 爸爸妈妈快开门呀 我在下面 晴晴的声音在楼下响起 李平绕过刘芳华 急奔楼下 刘芳华见势不妙 也跟了下去 李平迅速打开客厅的玻璃门 叫道 晴晴妈妈开门了 谁想院子里空空如也 哪有个半个人 妈妈我在大门口快给我开门呀 李平不等脊椎而来的老公 人一跑向大门 打开门一看昏黄的路灯下 一个女孩满心欢喜地站在门口 犹如黑暗中的一点星光 李平目瞪口搭了片刻 忽然一下子抱住了刘芹 刘芹也紧紧地抱着李平 香头眉在李平的怀中 小声地说 妈妈我回来了 刘芹华这时也来到门口 一见果然是女儿刘芹 心中七上八下 喜忧参半 这究竟 女儿难道真的缓缓了 刘芹朝刘芹华一笑 爸爸我回来了 刘芹华呆站在原地说 晴 晴晴 真的是你吗 刘芹皱着眉头说 当然是我了 你们真是的 我只是出去玩了一会 又不小心把钥匙弄丢了 喊你们半天也不给我开门 我知道要高考了 但也不至于这样惩罚我吧 我马上上楼看书还不成吗 对上楼 紧紧牵着女儿的手 生怕她会突然间消失掉似的 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经过刘芳华身侧的瞬间 刘芹闪电般牵住了刘芳华的手 刘芳华大惊 想要避开也来不及 但那手很温暖啊 三人回到刘芹的房间 刘芹拧亮书桌上的台灯 翻开一本高考试题 转头对刘芳华和李平说 要高考了你俩睡觉去 我不会让你俩失望的 说完一本正经的开始做题 刘芳华和李平你忘忘我 我忘忘你 这是怎么回事 琴琴一向不是最烦做题的吗 怎么现在却像变了个人似的 别做了琴琴 让妈妈好好看看你 李平坐在床上 拉过刘芹抱在怀中 你瘦了是爸爸妈妈不好 妈妈要抱你一晚上 明天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麻婆豆腐 你这是怎么了 刘芹一向从李平怀里挣脱出来 一个月后就高考了 你俩还在这影响我 睡觉去 说着将李平和刘芳华推出了房间 锁上了门 刘芳华和李平呆站在门口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女儿明明一个星期前出车祸去世了 何以会在死后第七天回到家中 难道那一切只是一场梦 转念又想 肯定是老天保佑把咱们的女儿送回来了 这简直是天降红福 两口子开心地在刘芹门口守了一夜 天刚蒙蒙亮 刘芹像以前一样起床上学 李平无论如何也要送刘芹到学校 如果可以 她甚至想陪着刘芹一起上课直到放学 分分秒秒地陪着她 路上碰到不少熟人 这些熟人见到母女俩都像往常一样打招呼 李平稍微释怀 看来只是一场噩梦 琴琴没有死 刘芹像以前一样上学奉学过了几天 刘芳华和李平才安心下来 的确是一场噩梦 琴琴并没有离开他们 就这样 似乎回到了一家三口的日子 琴琴也更懂事了 每天温习功课 备战高考 一个月一晃而过 高考结束后 刘芳华和李平决定带刘芹出去旅游 刘芹却哪里都不肯去说是没先情 等成绩出来了再说 刘芳华和李平大改意外 君想若是以前情情 一定开心的恨不得立马动身 如今怎么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但他俩工作实在太忙了 能不请假就最好不要请 于是 从了刘芹 刘芹每天待在家里做饭 打扫房屋 足不出户 刘芳华和李平每天忙于工作 也没怎么在意 只觉女儿长大了 懂得体谅关心父母 一个月后成绩出来了 刘芹的分数上了本科线 又一个月后的某天 这天刘芳华和李平下班回家 饭桌上像往常一样摆好了饭菜 刘芹笑容满面地站在一旁 但刘芳华和李平早见后 他突然从身后亮出一封邮件大声说 爸妈你们看这是什么 刘芳华和李平一看 顿时双眼放光 是一份本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啊 一家三口围坐在饭桌前 两口子高兴地一个劲地给刘芹加菜 刘芳华还特意开了一瓶红酒给女儿欠功 刘芳华举起杯 祝贺你我们一家三口干一杯 李平也举起杯子开心地说 为刘芹的大雪干一杯 刘芹举起杯子 与父母碰杯后 酒杯刚到尘边 突然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大口血 鲜血和红酒混在一起 染红了杯子 刘芹倒在地上 刘芳华和李平急坏了 刘芳华抱起刘芹要去医院 刘芹扯了扯刘芳华的衣领含糊地说 爸 妈别折腾了 我该走了 李平一听 好像明白了什么 可如何能够接受 泪水夺矿而出 她说 傻孩子你要去哪 你哪也不许去 就这样陪着我们 不妈妈 刘芹气若犹斯 时间到了 我早不该在这里 你们知道的 其实我回来 一是为了完成你们的心愿考起本科 二是尽我所能尽些孝道 刘芳华和李平 这才恍然大悟 刘芹不肯去旅游 而是每天在家做饭完全是为了尽孝道 更让两口子悲痛欲绝的是 刘芹以前成绩频频每天被他俩压着读书 正是那天吃饭的时候 刘芹因为受不了他俩 一个近得宽摩摩的女儿 学习如何如何好 粉质比较女儿如何没出息 刘芹一怒之下 和他俩大吵了一架跑出家门 谁知刚出去就发生了车祸 讽刺的是刘芹回来的目的 竟然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愿望 此时 刘芹的眼睛已永远闭上了 刘芳华抱着女儿的尸体黯然神伤 李平不住到稀凉气 浑身颤抖 他忽然将那份录取通知书 撕得粉碎 哽咽着说 这乃是录取通知书 分明是张催命符